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的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麻煩你今天繼續和我們分享一些 關於懷孕期間,婦女經常遇到的問題 如何用同類療法去舒緩她們 不如說說睡覺的問題,好嗎? 婦女懷孕時,可能也出現了一些睡覺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其實失眠是很普遍的 大部份人,通常失眠的人都是入睡困難 但一睡了就可以一睡睡到天亮了 但在懷孕期間,尤其是懷孕期間的幾個月 很多時候,孕婦都會出現這類問題 對大部份人來說,用一些放鬆的方法 放鬆的方法,加一點療劑就可以很快處理她 同類療法的好處,一定是不會上癮 以及不會有任何副作用 所以對妊婦非常安全,就是同類療法 但一種失眠的情況都會出現 通常患者可能是很早醒的 她睡覺很早醒,未天亮就醒了 然後經常睡得不好 這種情況很多時候,背後可能有些情緒的問題 可能情緒低落 在這方面也要跟進一下 但當然,很多時候失眠或睡覺問題 就是那些女士睡得很淺睡 很容易,小小聲就會突然間紮醒 但很快就會睡得很快 失眠有很多不同程度 於是需要的療劑都會不同 第一個和同一介紹就是 Ignatia Amara 就是呂宋斗 Ignatia 呂宋斗通常的症狀 通常是有些情緒的不安 情緒的激昂、不開心的事情 是會導致她的 譬如家裡有人過身 或者有些情緒的打擊 分離 她睡得不好 所以Ignatia 不需要和大家分享療劑 不是一定要懷孕人苦肉 任何人都在遇到這種情況之下的失眠 都可以用 另外一隻就是石蟲 Lacropodium Lacropodium石蟲 通常這種石蟲炎的失眠 是會凌晨四五時就醒了 然後睡不了 因為她的腦很活躍 她的腦不斷地想 好了 硫磺的失眠 通常是睡得很淺 少許聲音就會醒 最近處理過一個嬰兒 一個嬰兒 很辛苦 不睡 不睡最辛苦是她爸爸媽媽 是 是 結果我也是用流氓 幫助了小朋友 這個嬰兒睡醒 接著就是蕭酸癮 Genternitricum 蕭酸癮的失眠 通常都是有些憂慮 尤其是有些事情要做 或者要考試 或者要面試 有些問題 她要去處理 她就很擔心 在那裡憂慮 是一種硝酸癮的 Genternitricum 的失眠 接著就是 Sendicum album 身是白身 通常都是 第一 睡不到 就算睡得好 兩三點便起床 通常病人都覺得很不安 經常睡不到 又不肯睡在床上 又起床 走來走去 在房間走來走去 這種不安的失眠情況 新是白身 Sendicum album 另外一個就是烏頭 勾烏頭 通常是因為恐慌 很害怕 令她睡得睡不到 或者是太過興奮 在臨睡前 有些事情玩得很開心 太過興奮 然後睡不到 令到腦子太活躍 日間所做的事情 不斷地重覆重覆 呈現在腦海裡 這種是烏頭 是勾烏頭 Aconi Napilius 的陣形 另一隻就是 馬前子的失眠 馬前子的失眠的人 失眠得來 很生氣 為何睡不到 搞得这么久都睡不到 他很敏陣 為了自己失眠 很敏陣 這是馬前子的陣形 另外一隻就是Valerium officinalis 叫做蝶草 蝶是轎丝边一叶子 蝶草 是Valerium officinalis 這種情況 身体的人很喜欢痕氧 但有时有些跳动 同时有些不愉快的惡夢 另外一隻就是咖啡 大家都知道 喝咖啡的人会失眠 咖啡的療劑 都是在失眠的時候 對那些聲音特別敏感 很醒覺 喝了咖啡 很醒覺 睡不到 安定不了 還有日間的情況 因此情況 在腦海中 重复一转一转一转出現 这是咖啡的症状 嗯 好啊 始终婦女怀孕的时候 之前也提及過 很明显身体的荷尔蒙的转变 而引起了一些 当然有时有些 怀孕的妈妈可能情绪上有些不同 而引起了睡眠的问题 但刚才余先生提及過 这个介绍療劑不仅是適合孕婦 如果大家刚刚听到这一集 咦? 也有些睡眠的问题 也很適合你的 其实这个療劑也一定可以尝试 不一定在孕婦期间才异 所以家中一定是常备了一些療劑 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不用在床里糾展了整个星期 都睡不到觉 令到精神不集中 工作的时候 也不会 回学的时候 也听不到书 那些事情 不需要 你可以立即 由療劑 在掌握到治疗的黄金期之内 服用 就可以令到问题迎刃而解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的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以上提过的疗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亦可以透过Skype 与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是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感谢袁医生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